我剛才跟指揮講過了 他會是個高雄總議員的 疫調團隊會前例來行事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地梁呢 他狀況非常好 您就放心 緊握家屬的手 要他千萬不要擔心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 所屬的空降訓練中心 25號上午 在屏東地區執行跳傘訓練時 兩名受訓學員跳出機門後 疑似因為傘具吃風不足 墜地受傷被緊急送醫急救 寶貝兒子出了意外 做夫妻的當然非常擔心 所幸傷者狀況還算穩定 有時我是住在家 我是都問他人 人家都很痴癢 有有有 高姓失姓 兩名受訓學員 執行跳傘訓練時 不慎落地受傷 航特部表示 兩人目前的意識還算清楚 不過腰椎疑似有骨折現象 目前已經轉院到 國軍高雄總醫院持續救治中 案發後 航特部也立即指派高階幹部 全程陪同協助就醫事宜 並組成了專案小組 要釐清肇事原因 未來也將用最高的安全標準 維護訓練安全 記得屏東綜合報導